大家好 今天是5月20星期一 股市还是不断的往上创 这个月跟今年的新高 可是由于指数已经 接近2万点这个大关 可能买盘还是有一点点的保留 变全来说 股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整顾等变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段先高开68点到19621点 曾经一度稍微反复而低见19574点 还好买盘还是不断的支持 结果指数很快都回升到19706点 又再创了这个一个经典的新高 由于接近2万点 可能买盘还是有一点点的保守 所以股市大部分时间都是整顾在19600点左右的水平 5月份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2号的低位 17740点 算升到今天暂时的高位 19706点 等于说结果的波幅已经有1966点 结果的波幅绝对不算少 问题就是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会怎么样 还有很多人会在想 结果会不会从月初一直上升到月底 说到这一点 当然要先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当然最近来说成交方面还是算不少的 等于说股市的动力还是在的 我们在想要是说一天成交突然之间明显的减少的话 那大家就要小心一点点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从10月19号的低位 16,044点开启的上升 前后四个星期 已经上升到今天暂时的高位19706点 在这个上升的走势之中 指数累積的升幅要3662点 四个星期之内有这个升幅绝对不算少 所以就算是股市会在进一步往下推 我想怎么样都要消化跟整股一下的 问题这个消化跟整股回调的幅度有多少 要是说资金一直不退的话 那所谓的消化就会在高台 一直在整股 等于说你可以股全部是在高台 可是回吐之后股价还是在高台 过两天可能又想办法再去买进去 所以变成来说 整个股市还是有条件再进一步推进 问题就是这个两万点大关 会不会在短期之内一举而攻破 说到这一点 我们先要看看移动线方面的表现 首先要说的是 寒森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最高的移动线还是十天线 已经上升到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三点左右 明天可能会上升到一万九千一百点的了 而十天线大概在一万八千一百七十六点 也可以这样说 只要寒森指数还是稳守在十天线以上的话 等于说还是能够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个很关键的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 要是股市在反复当中 稍微跟十天线走在一起的话 当然不代表股市会大跌 可是最低限度 表示整个股市 开始需要进行一个整股跟消化 可是现在十天线跟现在的指数还有差不多六百多点的距离 所以暂时整个等机位在往上寻找高位走势暂时还没有改变的 问题就是五月份 当然不穷 五月份一点都不穷 那六月份会不会觉得现在就很难说了 其实现在到月底还有九个交易天 而下个星期回来 股市就会受到这个旗子转仓结算的相关活动所影响 所以我们先看看 第一指数能不能够在等级之内攻破两万点大关 第二股市整股不要紧 问题就是在整股当中 能不能够一直温守在十天线以上 我们最重要是关注这两点 好了 下个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